有同学想听听我对偷盘哥事件的看法 其实这个和当年刘举人事件有点像 想当年刘姓某人举报索尼PS4没有锁区 最后导致PS4国行版延期发售 而且还锁了区 不过还好最后留了个备份 这次偷盘哥事件 目前造成的影响是 我们买不到双微机4重制版的光盘了 而且这类的光盘估计商家都不敢卖了 偷盘哥这人的行为其实就是欺骗 我们常听说有无良商家欺骗消费者 这次给反过来了 但是他不是普通的消费者 他是专业碰瓷的 他有一套专门的话术和对策 因为像这种光盘在我们国内处于灰色地带 卖家有短处在买家手里 卖家不想惹麻烦 这种无良买家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卖家就怕被举报到工商局 如果真被举报了 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得了的 所以一般卖家都会妥协 吃亚不亏 但是卖家心里就像吃了个苍蝇一样 这位偷盘哥在买之前肯定知道这是啥游戏 要不然谁会上网搜 李三光四进村PS5这种词 他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牟利 想白嫖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种赚钱的方式值得我们唾弃 就拿郭德纲相声里常说的一句话 叫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人家偷盘哥就抓住了这个空子 谁也拿他没辙 道德和底线对人家形成不了束缚 这种人的脑回路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理解得了的 这货的行为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大宅门里面两个反派人物 一个是韩荣发 一个是贵武 还有大燃坊电视剧里的资氏父子 这种人什么时代都有 什么行业都有 偷盘哥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们这种喜欢玩游戏机的群体 在国内十分小众 这种游戏本来就是各种限制 现在购买渠道也越来越窄 不过乐观的是还有数字版 关于偷盘哥这次事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 我劝大家不要有固化思维的想法 什么以后再也买不到实体盘了 数字版也会被禁 整个游戏圈会被毁掉等等等等 其实不会那么严重 一切都在变化 至少说目前还能玩嘛 至于说未来怎么样 未来就是还没来 如果以后真的来了 那到时候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